链铛头我是露露 只有高赛我是邱子 大家今天的1月20号早上 大家早上好 那其实我们最近一直都在关注 就是美国这个川普要上任的这件事情 可能新闻上我们也很少可以看得到 在川普上任之前 他成为这个总统之前 其实还有一个跟他一样man的 就是这个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 他今天就有一个新闻了 那这个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 他在昨天的一个演讲中 他就有谈到一些关于毒品的事情 他再一次说了一些惊人的话 嗯 他说这个如果上帝呢 不上他的小毒措施 怎么了 你生病到有一点病很重 对啊 我病得有点重 OK 好 那杜特蒂他其实是在 昨天就在马尼拉北约 大概就是120公里的加巴 那统室呢 就出席了一个 在医院成立2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 他在致辞的时候 就有谈到对毒品的憎恨 也对这个天主教 揉揉的平积政府少毒的行动 表示很不满 那杜特蒂就有说 呃 我不会做对上帝犯罪的事 但如果连上帝也不爽我的话 欢迎你下来 然后哦 就是他就跟那个耶稣 就say hello 嗯 嗯 是 那这个呢 他其实并没有说 呃 上帝是 爱的人是要帮助他 还是要惩罚他 不过呢 呃 其实确实 因为杜特蒂上任了以后 有很多人都呃 呃 莫名的过失了 就是莫名的过失 甚至呢 就是听到 这个呃 菲律宾呢 路上都有这些尸体 其实他也不算是莫名的过失啦 只是因为杜特蒂他之前就有说 他要呃 打击毒贩嘛 对的 所以那所谓的在路上可以看到的尸体 可能就只是毒贩 但可能在一百个毒贩里面 但也有可能不一定一百个都是毒贩 可能有一些人是借用说 就是呃 说他是毒贩 然后就要陷害他 也有这种可能 嗯 那杜特蒂呢 不是就是成立了一支警队 对嘛 就是可以在呃 不需要什么条件以下 你就可以射杀毒贩 只要你觉得他是 你只 只要你找到证据他是毒贩 你就可以射杀他是毒贩 不过呢 呃 像是杜特蒂这样的行动呢 当然一定会有这些联合国啊 如果这是人权组织啊 这些出来 嗯 出来啊 就是呃 要要制裁他 还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 呃 无可否认的是 自从杜特蒂散了以后 是杜特蒂上的以后 其实他已经真的是打击了非常多的毒贩 就从去年七月开始到现在 他以他们在菲律宾已经击毙了 两千两百五十名的这个毒贩 以及涉嫌有关于这个吸毒的这个犯罪人 那天主教也评级这个政府是不再尊重他们的生命 其实我觉得杜特蒂他这么做 他有对也有错 他对在于如果他不打击这些人的话 那么以后这个菲律宾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 呃 就吸毒了 因为他也有说其实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呃策略 这样子做的话 是因为他觉得菲律宾这个国家 他们毒品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 估计有四百万人已经是在吸毒 如果他不去控制他们的话 那不出三年这个菲律宾 他即将会成为毒品的国家 也就是讲说以后 如果他如果现在我们没有杜特蒂在帮忙管制的话 那在未来的三年以后 这一个菲律宾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呃 贩卖毒品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的话是对的 但是在人权方面可能他就是做错了 嗯是不过这一个东西是很难去取舍的 因为呢你是呃 因为其实在呃这个独特蒂呢 他在接管接管这个菲律宾以前呢 菲律宾算是一个挺乱的国家 那呃这个怎么说是乱呢 因为菲律宾呢遭遇了就是这个贪污腐败 还有就是这个毒品 还有呢就是呃这些呃不好的行为等等呢 在菲律宾是一个挺乱的国家 那呃呃首先呢 在上任以前呢就说他一定会制裁毒品这个问题 因为当你的国家安全的时候 你的这个国家才会富强起来 那外国呢才会有投资商投资你的国家 所以呢呃我觉得这些人权组织啊 还是什么的天主教 他们的行为当然是出自于好意 那当然我们也需要这些组织来监督这个为狂闻总统 整个国家呢其实才可以呃怎么说 因为你不可以只是让独特地这么样去做 虽然他的行为是对的 虽然你觉得他非常的正义 但是呢因为太过独裁了 所以呢你就需要这些外来的团体借助来平衡他 那这些团体呢他们的出现作用呢 其实也不是干扰独特地 他们的出现的作用呢主要是一个警惕的作用 警惕什么呢警惕大家诶呃还是有人来关爱这个国家的 是我觉得其实呃就很像我们说的啦 有一些事情其实他真的是没有对没有错啦 就只是看你要怎么去想 如果你往好的那方面去想的话 独特地真的解决了很多这些独贩的问题 而且也帮助到了很多的人 怎么说他是帮助到很多的人 其实就是当如果你知道你的国家是在呃要把要打击这些独贩 那你身为一个独贩的话 那可能你就会觉得讲说呃我要珍惜我自己的生命 可能你除了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以外 你还有你的家人你会想到这些事情 然后你就会想要退出 就是呃就决定要戒毒这一方面 所以我觉得要看你怎么去想这一件事情吧 因为每一样事情他的发生肯定有因有果 那如果你选择去当一个毒贩的话 那你的果可能就是呃会被抓去或者是直接被杀掉 嗯是的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也只是只能说这些毒贩他活该了 不过呢我们转个角点看呃今天已经20号了嘛 那在美国呢就是明天就是川普上任的日子 那呃这个候选人川普的这个就职典礼呢 当然是备受关注的 不过呢就是有呃这个呃呃这个说法 就是特朗普呢他将是过去100年来最低名望 并且呢是在一片尊一下入主白宫的这个呃haba 这个呃呃总统候选人呃呃那那这一次呢 也专属在典礼以前呢 传出很多位名人拒绝 担任这个表演嘉宾 让这次的典礼的行为是大紧了 为什么这些明星不要帮川普站台呢 是因为这些明星担心自己受了牵连 目前确定在就职典礼上表演 就包括了某某大教堂的合唱团 还有美声小天使 以及这个纽约舞团的火箭领兰等等的 那这些 然后本来呢 这个白兰会举行Jennifer Holiday呢 本来也是要答应登台现场的 但是呢 因为粉丝强烈反弹 所以就作罢了 所以呢 这个川普呢 也因为可能很多明星 担心自己的明星效应受到了这个威胁 所以都不敢帮川普站台 所以就是 在这个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感觉到应该都不会有一些歌手艺员 想要当这个嘉宾 因为如果你当了这个嘉宾以后 你可能就遭殃了很多的事情了 因为在民主的这个 就不是说民主 应该是说在美国 他们很多的一些人 大众应该说 大众其实都没有很特别的支持这个川普 所以当每个人都在讨厌他 或者是不认同他的时候 如果你去替他说话 替他站台的话 那你就是那个错的人了 然后在我们这个人类的世界里面 我们因为现实 因为这个社会的影响 我们就不能够去做一些 别人不认同的事情 因为当你做了一件别人不认同的事情以后 那可能你就会被排斥了 所以这一些歌手艺人 他们会拒绝演出的原因 多多少少都是因为担心 如果他为这个川普站台了以后 他们的粉丝可能就会这样子讨厌他 而不再支持他了 是 那其实在竞选期间呢 其实看到很多明星呢 都在帮民主党兵主党站台 那首先最显着的就是这个 Lady Gaga 还有这个小天后 Ariana Grande啊等等的这些 那这些大明星大咖呢 不可能就是在支持民主党了以后 再结果在川普的就职典礼上面 替他表演嘛 所以这次的行为呢 是很有可能搭解的 而且呢 就是这个 目前呢 出席德兰部的就职典礼呢 观众的数目呢 很有可能只有80万到90万人 相较于奥巴马的2009年的就职典礼 大幅的减少100万人 是二战以后最冷清的一届 是 虽然是讲说 他这个盛会是没什么人参加的 但是 其实他这样子也花了好多的钱啊 嗯 据说其实他的这个就职活动 就花了一个9亿 因为一直他都是从这个地产大亨 直接的变成冲动 他也创造了一个历史 所以在这一个就职典礼上 其实一直都有在 呃 用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花费 就例如是在他有办一些就职活动啊 或者是办一些音乐会 呃 游行 舞会等等的这些费用 总共加起来 既然是这个天文数字 有益耶 嗯 不过其实呢 呃 这个呢 其实是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 这些媒体呢 推算出来的一个呃 大致的数目 呃 不过其实我有一点怀疑 这个数目耶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 我感觉川普他不会为了一个就职典礼 花了这么多的钱 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 那知道川普呢 他在这个竞选期间呢 他花费的这一个团队的这个钱呢 是最少的 那呃 根据一个这么精明的一个呃 这么精明的一个呃 总统候选人呢 他在花钱这方面是特别敏感的 那他当川 他当选总统 其实也不是为了要花钱 甚至他就跨下海口说 他当上总统的话呢 他只每个月只拿一美元的薪金 作为一个只是代表式的薪金 所以给我的感觉呢 川普他其实呃 并不会在这个总统的候选 或者是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 甚至当选这个总统呢 都花这么多的钱 呃 所以这个数字呢 尤其是这个华盛顿尤巴 这些等等媒体呢 我在想 可是是不是因为他们在 比较偏向这个民主党啊 比较偏向这个民主党的话呢 很自然而然 在某些方面可能会 呃 比较抹黑 我用抹黑 川普来这么形容 我觉得很难说啦 虽然讲说 他在竞选时期的时候 是没有在用太多的钱 但是当你成了一个总统以后 可能他的身份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时候 你要做的东西就不同了 可能讲说当你是一个 呃 比如讲说 他当他还是这个地产大公的时候 他根本就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商人 不是来面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虽然讲说 他是比较属于高高层次的一个商人啊 然后但是就跟他现在是总统的身份比较起来 总统的身份肯定是比较高一些 所以当他已经是成为总统的时候 他所做的活动花费 就不可以像他平时这样子的 可能就是简陋一些都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 他有可能是对的 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嗯 不过说在这个形象 还有这个人 他的这个角色转换嘛 据有这个调查 就是问说 这个川普如果他 因为川普他说了嘛 他当上总统了 以后他还会继续发推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相信媒体 他相信他自己 所以他就 他就是那个媒体 他继续发推特 那就是又根据这个来做一个民调说 如果川普在过世 而不 川普在当上总统了以后 继续发推特的话 这个民调显示说 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那其实呢 有这个 就有69%的受访者就说了 这对一个总统来说 不算好了 因为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 这个推特的留言呢 可能在某些时候呢 就产生了大量的意外的暗示 那这个也有一些民调当中呢 就有9%对于这个川普 继续发推特呢 是强烈的表现支持的 那有17%的受访者 是觉得说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有55%的受访者 表示是强烈反对的 另外这个川普 其实他也有表示说 其实他在未来的时候 将会挑选一些媒体 呃代表进入这个总统的新闻简报室 因为他觉得说 这一些简报是迟早也是要公布之去外面的 就是当成一个新闻的 那倒不如他就直接的就是引进一批媒体 就让他们实事 就直接报导一些真实的事情 因为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看新闻就都只是一些引述性的 有时候你也不知道那个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如果他真的是找了一个团队 是直接的把一些真实的新闻直接的报导出去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也是一件好事 至少不会有人就是看了一些错误的新闻而去传了 因为你把一个不对的新闻传出去的话 可能你影响的是更多的人 是 然后我觉得呢 川普他其实可以考虑一个真人秀 电影真人 电视真人秀 就是还如果 就是每个星期呢 都在会让川普这个星期到底都在干了什么 然后呢 又有记者 然后也是一个电视真人秀 完完全全引述川普说的话 这个感觉还是还不错的 这个第一次有这个总统真人秀 你觉得川普真的这么得空吗 他为什么不得空 反正又不是他做 是他的这个电视团队去做啊 我觉得他 就是做他 现在在地产 他之前在地产大合做的事情 我觉得他应该就不会要去花这笔钱吧 因为现在他才刚上 他就是刚要上任 那上任的话 他要接手的事情应该会很多 如果像你说的 他要做一个真人秀的话 不是不可能啦 但是应该不是短期以内 他会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至少他要等到 他自己的名声稳定以后 或者是 这一个美国的经济搞好以后 他才会 就是做一些比较额外的东西 他会想要做一些比较额外的东西 他会想要做一些比较额外的东西 他会想要做一些比较额外的东西